我們在廈門一個50層高的住宅的27層 租了一個90平方兩室一廳的公寓 把它改建成一個公園 只有這棟樓的居民可以使用 它的租金是一個月是1700 就是毛屁房 這個公園其實是短效性的 總共就存在半年的時間 結束以後它會全部被拆除 因為以前的公園其實是完全開放的 但後來小區公園只有住在裡面的居民才能進來 我們就用了一種更極端的方式 希望可以引起一些關於私有制的公共空間的討論 我們不想要做一個精緻的公園 我們其實還是希望它保留一些野生的東西 沒有改變原來的兩室一廳的格局 只是在原本的它的長體開了一些門洞 運了大概十幾個立方的圖 之後就是做防水跟排水 墊高跟附圖 有大概七八種的植物 包含比如說香茅草 宗族或三尾葵、桂花樹這些 其實是想要讓它有一個自然生長 然後可以野一點 我們實時直播公園裡面發生的東西 可以通過登錄網站 然後用彈幕的形式來參與所謂的逛公園 一個小公園也許可以也做一個小的香茅草 是讓一些年輕人來表達他們自己的婚姻觀或是愛情觀 那次香茅草大概連人帶狗來了三十幾個人 很多網友質疑的 真的有必要在一個住宅裡面去做一個公園嗎 但我們其實是在提出問題 帶有一點戲弱的意味 我 Cortes 我們下期到了 這次香茅草 華雅 су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